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敢说 身为父亲 我知道的竟然还不如你谢伯伯多 怎么 还想瞒着我 我怎么会故意瞒着你 只是吃饭时刚好遇到谢伯伯 根本没什么进展 你再这么慢吞吞地 小心错失两机 到时候后悔莫及 还有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她 爸 这也太快了吧 八字还没撇呢 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 我又不是大老虎 怎么会把人吓跑 我只是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能让我儿子茶不思饭不想 再说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又不是只有结婚才能见家长 爸爸总要知道 到底是哪家的小姐拐走了我儿子吧 爸爸 顺便还能帮你把把关 爸 我 好吧 等以后有机会我会带她来见你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严警官说除了他的家人 最近都没有人见过林子墨 大概是发现他自己成为妻子 着急了吧 我想 或许他手上握有什么线索 打算跟我交易 哪有心不在焉的 我是正在想要怎么开口 倒也不是什么很难处理的事 你擅长跟长辈相处吗 或者说 在长辈面前 你会不会觉得 比较不自在 不是不是 我是说 朋友的父母 对对对 就是这种情况 你会觉得不自在吗 糗事 那还是不见比较好 没什么 随便问问 喂 怎么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下午就过去 我下午就过去 是啊 刚刚接到电话 下午有急事 要回去一趟 林子墨那边 你能替我去一下吗 没事 我写一份委托书给你 到时候你直接拿给林子墨看就好了 如果他真有重要资讯 只要他的要求不违背善良风俗 我都可以答应他 如果你拿不定主意 打电话来问我就好 这件事有点难处理 我可能会忙到很晚 反正明天就是周末了 不然明天你直接来我家 我们讨论讨论 正好关于幕后主使 我也有些想法 想跟你讨论一下 那就这么说定咯 我先走了 周末见 周末了 好 周末了 起床 哪里的话 陆公馆随时欢迎小姐前来 不过真是可惜 老爷昨天晚上临时有事坐飞机走了 不然今天律师小姐还能跟老爷见见面 只是来朋友家里玩而已 倒也不用特地准备见面礼 大人物 我爸虽然很厉害 但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吧 说到底 我们也只是普通人罢了 我爸虽然很厉害 我爸虽然很厉害 呃 是啊 我这段时间被内鬼的事弄得焦头烂额 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毕竟隔墙有耳 在外面讨论不安全 是这样吗 二少爷 来来来 我们讨论接下来的对策 二少爷 二少爷 小姐 我先去准备午餐了 有什么事叫我就好 昨天你去找林子墨 得到了什么重要资讯吗 怎么是你啊 小路总怎么没来 好吧 田警官应该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之前之所以能躲过警察的追捕 是因为有人在背后帮我 而那个人自然就是整件事的幕后主使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底牌了呢 好吧 那算是我请求你们 祸不及家人 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的家人 如果你们可以帮我保护我的家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一些细节 之前卖假话的事我是逃不了的 一定会坐牢 我只希望小路总能够给他们一点钱 让他们可以隐姓埋名 安静生活 你为什么不按委托人确认一下 这件事你一个律师能私自做主吗 哼 也是啊 毕竟你跟小路总的关系不一样 我觉得 幕后主使是合印的内部人员 而且有可能是合印集团的高层 证据倒是没有 但是我这么说也是有理由的 幕后主使说 只要帮他做事 就可以保证我不被警察发现 后来我陆续见过他的手下几次 依稀听到他们背着我 小声讨论过合印的事情 但我听到那些人叫陆景和 小路总 作为新风计划曾经的议员 我很清楚 只有合印内部的人会这么称呼他 方便区分他跟他哥哥 好吧 从你们手中抢走证据后 我知道警方肯定会来找我 所以我就提前想离开卫明师 但是 正在我收拾好行李 要走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车拦住了我 把我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旅馆里 带我去的人告诉我 只要帮他们的老大做事 就可以保证不被发现 他们说事成之后 等这一阵子风声过去了 就送我跟家人出国 我并不知道知识我的是谁 之前带我走的那些人里 没有他 那群人之中虽然有领头的 但是那个人 一直在用语音和其他人联络 他们给我一只手机 我没法主动和他们联络 都是等对方打电话给我的 警方查过了 他每次用的号码都不一样 追踪不到 他用了变声器 我不知道他真实的声音 不过那个人讲的都是国语 没有方言的感觉 我向陈时问了一些内部资讯 还叫他去人事经理的电脑上 拷贝了正责的档案 除此之外 网上被转发的那些文章 也有不少是我写的 是的 他们帮我弄了动态IP 可以挂在不同的城市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出过门 那个不是我做的 是他们找人抹除的 至于找的是谁 我也不清楚 我家人那边 谢谢 虽然我已经猜到了 不过林子墨的话 让我更加确信了 幕后主使并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合应内部的人 为了区分我跟我哥 合应内部的董事以及老员工 的确会称呼我为小路总 而在外面 我是个顽固二世族的形象 大家一般还是以路二少称呼我 当然 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当着我的面 他们还是会叫我一声路走 虽然不能靠一个称呼 百分百确认 但也八九不离时了 此外 林子墨的话 也带了一个切入点给我们 那个删除监控的人 之前让温城查过 那个山监控的人是个临时工 事发的时候已经离开卫民事了 汉来需要让温城 再仔细查查他的详细资讯了 眉头都皱在一起了 这么担心我 不要皱眉 不好看 姐姐姐 别皱眉了 你怎么还皱眉 看来是我刚刚不够用力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怎么可能认人宰割呢 之前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早就开始怀疑 和印内部的人了 最近也一直让温城 在调查董事会的动向 这次啊 我要送给幕后主使 一个机会 这个会现在才开 也太晚了吧 最近雅宁发展的势头 可是很猛 相比之下 我们和印就安静多了 哦 老柴是有什么想法了 倒也没有 只是想知道 小陆总有没有什么打算 要知道 雅宁与和印 一直是竞争对手 尤其是在 生物制药的领域 的确 这一年来 他们的动作不小 市场优势 已经逐渐向他们倾斜了 没错 雅宁最近收购了不少公司 想要进军海外市场 我们也不能松懈 不能让雅宁提前 占据出海的好时机 各位董事不用心急 对于这一点 我已经有了打算 哦 说来听听 小陆总想往哪些国家走 我们在不少发达国家 都开拓了市场 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 还没有开拓对应业务 现在新兴市场的需求 越来越大 如果能提前占领市场份额 将会给和印 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以我也打算 收购一些生物制药公司 在发展较为迅速的 新兴市场国家 做规划布局 各位觉得怎么样 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不过小陆总 新丰计划的丑事 才刚刚过去 这次你可别又搞砸了 财董事问明 优思过度了 优思过度 你没看到 和印最近的股价 小陆总这次最好谨慎点 要是再搞砸了 我可是要向董事会建议 重新任命执行总裁了 不用柴董事提醒 要是这次搞砸了 我自己引就辞职 哎呀 小陆总说笑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柴性子急说话直 他也是希望和印越来越好 老柴啊 收购方面 小陆总的确经验不足 但也不至于就会搞砸 如果小陆总需要人手 我可以推荐几个 如果需要帮忙 我这边也会配合 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想要救出背后的人 当然要给他一个让他自己咬上来 既然我已经放出狠话 搞砸了收购的事就引就辞职 那他一定会趁机作乱 只要他有所行动 我们一定能抓到他的狐狸尾巴 再加上林子墨提供的这条线索 我们从两个方向一起调查 双管齐下 嗯 唯一的风险 就是要小心收购的过程中 有人在背后捣乱 不过谢伯伯推荐了一个人才给我 帮我一起操作收购事宜 说 其他董事也推荐了人 不过我拒绝了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而且跟收购有关的法律风险 也得麻烦你再帮我审查审查 你这样费尽心力地帮我 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哎 如果我真的想以身相许呢 我可以吗 我对你到底是不是说笑 以后你会明白的 喂 陆总 你好 我是秦丽 谢董事说 让我来帮你一同商议收购的计划 嗯 谢董事先跟我说过了 我这边有一个大致的想法 你去调查一下 有哪些公司符合要求 好的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就好了 这下真的有得忙了 希望这一次的计划 能够顺利进行 之前给我消息的人说 贾路的老家就是这个地方 别灰心嘛 我们这一块才走访不到一半 还有很多的路等着我们探索 贾路二十多年没回老家了 很多老乡都不认识他 为什么 原来是这样 陆家的人的确很多 但是不怎么亲近 逢年过节也会联络 不过基本上一年就建议两次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这种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的关系 才更加复杂 听说你们在找一个叫贾路的人 是啊小朋友 你知道他住哪里吗 你们为什么找那个人呢 告诉我们他家住哪 这些巧克力就送给你 他们前一阵子刚搬来的 就住在最西边 那个有点旧的院子里 那个大叔超凶的 都不准别人靠近他家 你们小心点哦 搞定 干什么 都说了别来烦我 刚刚不是说过 玩球去别的地方吗 你们是谁 你们到底是谁 来干什么 贾路 还记得之前在画廊里 删掉的监控录影吗 什么监控录影 我不记得 案子 这 这不是我不想配合 我真的只是手务 才删掉了影片 如果真是手务 那你为什么要主动辞职 还大老远地跑回老家 我 我犯了错 怕人家找我麻烦 就辞职了 工作了大半辈子了 我想休息都不可以吗 贾路 如果你配合我们调查 如果你配合我们调查 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 什么 告诉我是谁叫你删掉路易 我付双倍的价钱 呃 这 我只给你这么一次机会 夏洛 你要好好想清楚 好吧 那你们想问什么 是 是的 对方的开价很高 反正 删个录影也很简单 我就答应了 他们说 只要我一口咬定是误删的 对方就没有证据 再说了 人为什么要按钱过不去吗 第一次来的是一个年轻男人 第二次又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他们都戴着帽子和口罩 而且路上没有路灯 根本看不清楚 年轻的那个说的是国语 年龄大的那个几乎没说话 倒也不是一句话没说 不过也不是方言 他的行为动作 不像是一个年轻人 哦 对了 那个年轻人在他面前很恭敬的样子 所以我下意识觉得 那个人应该是老板 哎 我想起来了 那个老板的确有一个特点 他小纸上戴着一个戒指 是啊 一个银戒指 我看得清清楚楚 是啊 第一次来的年轻人只给我一半的钱 剩下的 是我商丸录一个后堂才给我的 在北区那边的一个咖啡厅的后门 那里没有监控可以查 他们特地避开了 你们要是不信 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不是说路上很暗吗 是怎么看到对方戴了银戒指的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形 当时那边不是咖啡店的后门吗 门大概跟我家这个差不多大 上面这里挂了灯 聊完了 他们就推门进去了 灯光下 我就看到了他小纸上戴的戒指 你确定那戒指是银的 当然确定 就是个银戒指 灯光一照还在发亮呢 我当时还纳闷的 出手这么阔绰的大老板 竟然戴着银戒指 不应该戴个金戒指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没了 能说的 我都说了 这位老板 我都说完了 那 温辰 把钱给他 谢谢老板 是啊 我认识 准确地说 你也认识 这个人就是和印集团董事 谢天 律师小姐 这位谢总跟陆家挺熟的 二少爷小时候 他还照顾过二少爷呢 静和 我知道你们兄弟感情好 但现在你才是和印的执行总裁 你哥的名声高过你太多 对你没有好处啊 没关系 谢伯伯就是这样的人 说话直来直往 他也是为我好 觉得我刚接手和印 位置还没坐稳 就想打开艺术市场 这样的举动太冒险了 是的 伪界代表着独身主义 很少有人会佩戴 谢伯 谢天之所以带着伪戒 是为了悼念自己的王妻 谢天的妻子过世后 他没有再婚 因为也没有孩子 所以他一心都铺在事业上 帮了我爸很多 老实说 我真的没法相信 是他在背后之事 这么多年的交情 不见到决定性的证据 我不想下定论 或者是 有人故意栽赃他 但是温辰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找到这个人 如果是想要栽赃 真的会做得这么隐蔽吗 嗯 这是当然 接下来 我会让温辰去假路说的 那个咖啡店调查一下 或者看看 谢天最近有没有在北区出没 今天也忙了一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温辰给了我一些资料 我还得再看看 你先睡吧 知道了 你快点去休息吧 明天我们还要赶飞机呢 没关系 我再看一下资料 我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嗯? 我怎么会嫌弃呢? 这两天都是一些不开心的消息,本来心情已经在谷底了,不过现在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糟。 好啊,不过我要是做噩梦怎么办?你唱首摇篮曲给我听吧。 姐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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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来就忘了,拉着你去逛街,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看我。 我还以为是自己那天特别帅气,所以频繁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没想到直到回家,我才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的脸被动了手脚。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你先睡醒了,偷偷拿笔在我脸上画了个鬼脸还不告诉我,看我出气了。 梦里有你,就都是好梦? 被你欺负也没什么不好的啊,我心甘情愿。 二少爷 律师小姐 我们该下飞机了 走吧 我先送你回家 回来了 快来吃饭吧 来了 来了 爸 你觉得谢伯伯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谢伯伯大概是个过于执着的人吧 这一点上他倒是和我很像 爸 你信任谢伯伯吗 信任这个词分量太重了 除了自己的家人 我是不会完全相信任何一个人的 他是我的好伙伴 好搭档 但也仅限于此了 我一直觉得比起你哥 你跟我的个性比较像 你哥他太过于善良 太过于正直 他不像你这么理性 喜怒都藏在心里 要知道 人和人之间是靠着利益相互牵绊 因为生意而破裂的友情屡见不鞋 我知道了 身处我们这个位置 对与错都不是界限分明的 只有血脉相连的家人 才会坚定地与自己站在一起 你也不要被我影响 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还要靠你自己判断 你也不要被我影响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快点进来吧 是秦丽 谢天推荐她来帮我一起规划收购的人 是她的下属 秦丽的确是个人才 短短几年在合印 已经完成过很多大型的方案了 是啊 这也是我找你过来的原因 秦丽帮我理了几家不错的收购对象 还拟定了收购的大致方案 这里有一份大致的合约 你来帮我看看 也没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吧 经过情历的时候 我总不太放心 还是要让你帮我检查一下 也没有多晚 杂七杂八的事太多 等我反应过来已经是深夜了 两点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这样说我会伤心的 姐姐 好吧 我四点睡的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只是这段时间刚好有太多事情 今天忙完 我就可以休息两天了 二少爷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二少爷 昨天您让我去调查 情历推荐的几家公司 我还没有仔细查完 但是其中果然有问题 怎么说 情历推荐的公司 看似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打听到 实际的重要技术成员 似乎对公司很不满 不仅技术成员 传出要跳槽的风声 这家公司在最近几个月 控股人也有一些变化 但是情历的报告里 丝毫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温辰 你再仔细调查一下 这些公司的底细 我们还需要再准备 一套备用方案 此外 你调查谢天这几天行踪的时候 把情历的行踪也一起调查一下 重点看一下 他最近是否去过北区 与谢天的行跡 是否有一致的地方 好的 二少爷 我这就去调查 好 我不急 你还是先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时间再帮我看 你还是要是否去受伤的工程 我看不见 你还是要是否正在 拥有此事 我看不见 你还是要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律师小姐 二少爷为了收购案的事熬了好几天了 昨天还通宵了 现在刚睡下 你有什么急事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律师小姐希望与景和发展成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嗯,我就直说了 我认为,律师小姐跟景和可以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 但不应该成为恋人 高明镜与点栏目 高明镜与点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既然会发展到达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让你转发展成币 景和将来最好的选择 就是和条件相当的世家小姐联姻 他的身份决定了婚姻丝毫不能马虎 当然 我说的联姻并不是指违背景和的意愿 你可以参考一下他哥哥景汉 他的哥哥就是跟世家小姐订婚的 只不过目前还没举办婚礼呢 两个人的家庭门当户对 但他们也是情投意合的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 对于两个家族来说 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景和的选择有很多 总有一个他中意的 而你 只是他年少轻狂的一时冲动 等他冷静下来 你们要面对的 就是漫长的 并不般配的婚姻生活 到时候 你们两人都会后悔的 可以 锦和的父亲太溺爱他了 什么事都由着他来 我看着锦和从小长到大 我很清楚怎么样才是对他最好的 你 你们这些孩子为什么就是说不通的 话我已经说到了 你如果不听 到时候受伤的只会是你 怎么 你一直看我的戒指干嘛 我这些都跟你说过了 果然他对你很不一样 他跟你说了我戴尾界的原因 有没有跟你说 我的老婆是怎么过世的 我的老婆是基优成吉得了忧郁症 最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年纪轻轻 你年纪轻轻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现在这一步 的确非常优秀 但是你与锦和 但是你与锦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 这一步的老婆 我的老婆自从跟我结婚后 就频繁应付各种聚会 跟周围的富家太太们打好关系 尽管如此 还是会有人在私下里嘲笑他 暗算他 因为他身份普通 世界上人人平等 但只有人格可以平等 你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 取决于别人的判断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 只能在工作之余安慰他 不要把那些人的话放在心上 而且大家族中各个旁之也都心怀鬼胎 每时每刻都想抓住我们的把柄 好为自己争取利益 我老婆长时间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 身体越来越差 但我 我却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好好照顾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确定那戒指是赢的 当然确定 就是个赢戒指 灯光一照还在发亮呢 看起来很旧了是吗 这个戒指 是我老婆当年送我的 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我一直小心保存 不过前一阵子不小心沾到东西 现在既是经常清洗 也还是很快就会发黑 也没关系 对我来说 只要戒指完好就够了 你可能记错了吧 戒指在那之前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哼 洗银水也会腐蚀表面的 虽然现在不再光亮 但是我还是不想损伤他份额 你与景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 现在或许感受不到压力 但是日后 日后你需要频繁应付各种 夜会 酒席 生活在聚光灯下 还要承受舆论压力 现实不是电影 没有那么多美好的结局 如果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 不如尽早结束 我应该说的我都说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自己考虑吧 当时那边不是咖啡店的后门吗 门大概跟我家这个差不多大 上面这里挂了灯 聊完了 他们就推门进去了 灯光下我就看到了他小纸上戴的戒指 毕正记 律师小姐 再见 感谢观看